喔!怪不得你那麼多少年 哇!我很多啦! 我先跟你追啊 他走大運三年欸 從現在開始走三年大運 只有十三年大運走都很用心做 十三年大運走? 對! 但我呢? 我怎麼知道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都沒給人知道 小人走了嗎? 小人走了 小人XXX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段一定要剪頭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我們來香港 就特別帶了整團人員呢 來這個俄錦橋下 之前呢我當空姐的時候呢 俄錦橋下這一整排都在幹嘛 打小人 在台灣沒有看過吧? 沒有聽過但完全不知道 他的內容概念是什麼 就你們在港片啊 都會看到的啊 打小人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來看看 基本上啊 你推給他你的真誠 還有你的名字 然後他看了之後 他就會幫你算 他會跟你講一下 你的流年怎麼樣啊 然後你要做一些什麼事情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邊已經少了非常非常多的仙姑了 但我自己就是 對這種東西是尊敬啊 所以呢 我們可能不會有太多的花絮這樣子 不過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有來香港 都可以來體驗看看 那記得啊 這個價錢上面 要一開始就跟人家講好 講清楚多少就是多少 OK的 Let's go 好 好 像是狗鳳鱼啊 可以 可以啊 看台湾來的 台湾來的 寫全名 寫你的全名 年一月 年月 然後就拿你周邊的商店 因為你太多了 所以你就拿你周邊的商店 他說因為你太多了 假年太多了 所以你太多了 要真的耶 寫年月就好是不是 年一月 年日月 對 台湾很多人都知道時程的 最合法時程也寫上 好 山崗就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出生事件 所以就沒有辦法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可以 好的 謝謝 喔 怪不得你那麼多少人呢 哇 我很多啊 先跟你去 告訴他 為什麼 千拜三拜 千拜三拜 拜拜了 然後再告訴你為什麼 好 插上去 插上去 因為你這個庚古馬 今年呢 是元營年 是馬啊 這個是馬啊 這個是庚古年 今年呢 是元營年 就是所老子 你那個月份呢 剛好是八月 八月的話呢 剛好你這個義馬性動 本身是馬 對 你就變成兩個馬了 你這樣動來動去 太馬了 對 不是這麼講 太多馬了 但因為你的大運呢 一般都是 兄弟姐妹 對 兄弟太多了 那不是生活有問題的嗎 喔 兄弟姐妹太多了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喔 因為他本身今天 你這個大運 這三年你都走那個運 對 所以三年 你走大運喔 對 他開始走大運 他走大運三年耶 我要開始 從現在開始走三年大運 後年你才是正式的走運 你的觀念 喔 後年 對 後年呢 官運財運運運都有了 全部都來了 對 一下子就來了 那今年明年還是會有點辛苦 明年你還要辛苦一點 但是明年從 從那個八月份開始 你開始就好一點 但是這兩年呢 明年你不在這裡 你也要繼續請一個 因緣肺炎財政 因為你是走官運走財運 就是沒有肺炎 啊 現在我還可以樓塞的啊 喔 你有一個樓塞的啊 當然 他說我是你老闆 對對對 喔 真的 對啊 對對對 所以呢 我告訴你 這兩年呢 要加油喔 要穩住 都有穩住 每年都要起貴人 他就是這兩年要起貴人 要找到貴人 起貴人 不是起 起 起樓 起樓貴人 今天呢 我就給你送一個義碼 不要太多義碼 好 貴人就沒有那麼多 送一個走 送他到 將來把貴人請回來 好 我先跟你講的 打托員是50塊錢 對 送一馬 送他一馬 就 還趕你的貴人做起來 送你100塊 可以嗎 這麼貴嗎 真的 給到150塊錢 好啦好啦 兩百萬了 OK啦 好啦 再給多少 那你會不會送貴人送到我 送到我 沒有沒有 是貴人 是貴人 只有貴人 你有13年大運走 用心做 13年大運走 對 那我呢 我怎麼知道呢 哈哈哈哈 你都沒給人送 你都沒給人送 哇哇哇 開打 哇 在旁邊碎碎唸啊 打蛤 打你死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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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點點啊 他講什麼 打你死人頭 就扔出死人頭 打你的咬人眼 等你的人知人眼 打你的嘆頭 打你的嘆頭 打你嘆頭 打你的嘆頭 你小嘆頭 打你的嘆頭 你打到自己的手了 打到自己的手了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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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 欸 阿姐打得比較用力耶 因為我是本業 那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打小龍 他直接退銷一部門 應該不用嘛 反正現在經濟就是不好 我們被退銷也是OK 因為我們也難得來這邊嗎 你不用怕啊 我不會找到你了 沒問題 因為你有這個意義嘛 所以肯定要請他離開 對對對 沒錯 但是你不用害怕啊 好 你走開一點 沒專業的 我上去不要 阿姐要拿那個 對 在他旁邊的喔 現在下個起訴 可以保你的平安勝出 交財交貴眼 小人走了嗎 小人 ムuffs 小人 offense 媽 小人是x嗎 這個一定要撿好 這個一定要撿進去啊 好 好 好 起飞 起飞 站起來拜國賞 站起來 拜三拜 拜三拜 好好 坐下來 腳踩腳跪牙 保你平安順水 祝你一個好運 好 今天最好的 你就是說 今年明年都是一樣 七月份的時候開車 小心一點 七月份的時候 養粒嗎 養粒 學師說養粒 要不是說農曆你都忘記了 好 養粒 明年九月份了 如果到香港 你到我這裡來打一打 好勒 好 祝你平安順水養 好勒 七月注意 九月 九月要做什麼 九月再來打 九月明年再來 好 謝謝阿姐 謝謝 好 上禮 謝謝 好 剛剛我們已經就是做完一切的那個 法術阿 基本上像我就不是打小了 因為他看完之後 他就說阿 其實你走這個什麼無鬼運阿 那你基本上重要的是送冤親在主 所以他就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像之前我不是常說我在香港 就是有怪怪的事情發生嗎 然後呢 其實我在台灣也是有時候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我自己沒有太多知覺 但是 你可能會聽到一些聲音阿 或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然後他就講完之後就幫我送掉 他就說好這樣就會沒事了 那猛將基本上 我是打小人 打小人 你很多小人的我 對 然後他說把貴人留住 所以基本上呢 就已經做完整個儀式阿 大家可以看到說 除了我們在打以外呢 就現在遊客不多 所以平常自己是香港人 也有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這邊就是他們處理一些事情的地方吧 我猜 對 像是我們會去廟裡面 收金改運這樣 對對對 有點那種概念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阿 如果大家覺得有趣 我們這個旅行系列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掰掰 掰掰 是的 我們每次下一個小鈴鐺